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这段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顶峰时期 将古代封建体系发展到极致 军权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 人口增长相当迅速 经济也得到持续发展 疆域更是辽阔 至于持续时间 更是长达134年 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极致的体现 那么这段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后的盛世之中 康熙 雍正 乾隆三帝谁的贡献最大呢 对于清朝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今天我们来说说 康熙 雍正 乾隆三帝 都是大家熟悉的皇帝 他们的作为大家也都熟悉 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 参考元朝1271年至1368年 不过百年的历史 来说说这三位皇帝的贡献 元朝和清朝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而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这是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 元朝国作不足百年 可谓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中的怪胎 因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 一般分为两种 要么像秦随那般二世而亡 要么像唐明那般卖过二世而亡大官 国作卖过两百年 而元朝属于是卖过二世而亡大官 却意外地倒在百年大官之前 元朝之所以这般 原因是复杂多面的 但不接受更先进的汉文化 而且内部等级划分明显 对男人压迫太盛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而清朝为什么避免了百年大官难题呢 康庸前三朝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时间来说 康庸前三朝134年 正好占清朝268年一半的时间 以影响来说 康庸前时期是清朝刚入关时期 在这时期清朝最终完成定型 奠定了齐长治的局面 以贡献来说 个人认为康熙帝最大 雍正帝赐之 乾隆最后 当然乾隆帝不能单纯以败家子看之 他其实贡献还是不小的 清朝刚入关的顺治时期 可以说是草创时期 18年时间之中 主要先是败李自成之大顺 王璋献中之大西 后世与南明展开 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 这时期清朝的主要经历在于统一战争 而顺治一朝也大致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 到了康熙帝时期 正所谓创业难 守业更难 此时的清朝有些类似于当年的元朝 像顺治时的替发令等 导致清朝内部矛盾很大 而且内用外患也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康熙帝对内武功上是平定了三番 文质上是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诸如开博学洪如科技笼络了汉学大俞 又是其为朝廷所用 并且积极接受汉文化 不像元朝那般排斥汉文化 对外康熙帝拒杀俄收台湾 退却准导尔布并且收复台湾以后 开放海进 允许海外贸易 使得清朝经济大兴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康熙帝在位61年的文质武功 可谓是极大的巩固了清朝的统治 客观来说是清朝没有像元朝那般倒在百年大官前面的重要原因 所以雍正帝在继位以后评价康熙帝是论记统则为首成 论勋业实为开创 并且以此坚持为康熙帝上圣祖庙号 虽有以此显示自己孝心 所以带有夸大之处 虽然按照庙号制度的确不能上祖的庙号 毕竟康熙帝身为清朝第四位皇帝 只是首成 没有大规模开疆拓土 更没有开创之功 是说破了天也不能称祖的 不过参考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元朝的历史 康熙帝能极大巩固清朝统治 对于清朝贡献的确很大 庸正帝的评价和坚持虽有夸大 尤其是开创称祖方面过于夸大 但对于清朝的满洲本位来说 这样的评价侠义上对康熙帝来说也是一种虽有夸大 却亦有一定道理的肯定 如果说顺治帝是入关草创 康熙帝则是以一系列的大手笔 在大体大框架上 对外武功和对内文质上都极大巩固了清朝的统治 那么雍正帝时期则是进一步细化统治 进一步深化统治 使得清朝彻底摆脱了百年大官的阴影 并且使得清朝进一步接受汉文化 同时不失满洲本位定位 雍正帝的作为主要是对内 对外战争对比其父康熙帝可谓是相当不光彩 像和通博之战可谓是损失惨重 不过对内巩固统治上来说 雍正帝是相当有手腕的 康熙帝在位末期因为过度宽人 在立志上是流于放纵 官场上贪污腐败很严重 这种问题虽然看似不是致命的 但是长此以往却是要命的 毕竟官僚是代表天子治理一方 如果贪污成风 层层压榨百姓导致民怨四起 那么离大规模农民起义就不远了 即使不能推翻帝国统治 但是会严重打击帝国统治基础 所以历朝历代对于反腐还是很重视的 虽然不可能杜绝 但大规模反腐往往会将不正之风压制住 使得王朝统治更长久 而雍正帝继位以后 就是用铁腕手段肃清了纲继 使得立志一度好转 直到乾隆帝在位后期 立志才开始再度败坏起来 除此以外 雍正帝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改土归流 废除剑籍制度 贪丁入母 耗献归功 建立养林云制度 实行官身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等 使得清朝统治深化 经济更好 并且更得民心 在集权方面 雍正帝还创立了密哲制度监视臣子 使下面大臣是相互监督 还设立了军机处 以专一视权 使得皇帝是真正的乾刚独断 军权是进一步高度集中 雍正帝的一系列作为 是彻底巩固了清朝统治 是细化到方方面面 是进一步深化了统治 如果说顺治帝在位18年草创 康熙帝在位60亿年 是大框架上巩固统治 雍正帝的13年深化统治 则是清朝破百年大关的最后重要一笔 而在前的康熙帝 则是写下最关键的那一笔 至于乾隆帝 现在很多人眼中 乾隆帝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 就是做赤山空的主儿 其实客观来说 乾隆帝虽然有很多败家行为 但并非一无是处 就开疆拓土来说 乾隆一朝开疆拓土最多 使清朝将遇达至巅峰 像康熙和雍正二帝 没有解决的准嘎尔问题 到了乾隆朝彻底解决 并且顺势收复了 脱离中央王朝统治数百年的西域 最终形成清朝最大版图 近代中国的版图 也由此正式奠定 不过乾隆帝进一步加深闭关锁帛 后期又是励志败坏 又好大喜宫对外持续发动战争 使得清朝实际上 从乾隆帝在位晚期 就开始衰落下去 也是其人生一大败笔 所以乾隆帝对于清朝的贡献 在三帝之中只能排名最后 现在就和你一堆 我可以做一个 助理帝的 我能够